HELLO KT的粉絲團 大家好 緊接著呢 這一部呢 要跟大家做分享的車款 是Mazda 這台馬三呢 是三代的馬三 它的懸吊呢 是前面麥花城 後面多連桿的系統 前面的麥花城懸吊系統 我們這台車呢 所配置的湯湯公斤數是7公斤 後面的話呢 一般道路版本 配置的是5公斤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原廠的話 前面跟後面呢 其實都有避震器的上座 那這台車呢 KT的設計呢 前面跟後面的上座呢 是 就都有附新的新品 所以前面跟後面的上座呢 是不需要沿用的 它的後面的懸吊系統呢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等一下 一樣呢 遇到這樣的車款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車種呢 都會跟大家來介紹 它安裝上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台是鐵圍色的馬山 那車主其實已經改裝了不少東西 譬如說排氣管 還有鋁圈的部分 鋁圈的話也已經升級了18吋了 那煞車的話呢 已經升級了4猛的煞車的多爾塞卡鉗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 前面的話 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我們配置的是7公斤的彈簧 那離載酸的部分的話呢 也不用再換強化或者是換短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酸就可以了 那一些油管固定架啦 或者是感應線的位置呢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哈囉大俠下午安 這個是有改了四門的多爾塞卡鉗 那上座的部分 在這裡 爬上來 上座的部分呢 它是有三顆螺絲 那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地方呢 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我們順時針的話 它就往H的方向 就HARD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這個上座的軸層 軸層的話是 日本KOYO的軸層 所以上座的話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好這個是使用日本的軸層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的話呢 還有更多好料的 例如裡面的油封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那主尼油的話呢 使用的是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尼油 所以用料的話呢 其實都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有這個直播的影片呢 有分享到馬山的俱樂部的話 當然很謝謝啦 因為我們國內其實 內銷的部分的話 不太有在做廣告 都是靠車友們口耳相傳幫我們介紹 那馬山的車主呢 其實真的很捧場 那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KT的話呢 在安裝的一些的店面配合的店家 或者是我們北區 甚至是我們KT的工廠呢 都有實車呢 可以讓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問題呢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喔 今天要分享的車款呢 就是剛好是馬自達3的3代 那最新款的4代的話 大概是這個月初吧 還是上個月月底喔 上個月月底 對對對 6月28號左右 有上市了 那這個KT的話 也已經製作完成 四代最新的馬山呢 也已經有完成 那這一代跟四代的馬山呢 其實後懸吊系統差蠻多的喔 後懸吊系統的話 四代的馬山呢 已經改成推幣的懸吊系統了 這一代的馬山呢 還是多連桿 所以如果以操控上來說的話 還是以三代的操控性的精準度呢 會來的好一些 那這台車的預計的車高呢 因為原來是原廠的車高比較高嘛 原廠的話大概是四到五指幅吧 那等一下呢 這台車預計降低的幅度是兩指半 前後都降到兩指半左右 這台是四門的SEDDEN車款啦 那五門的 我們之前好像也有安裝過的分享影片 那基本上它的配重呢 是一樣的喔 前面是七公斤 後面的話 一般道路版本 我們配置的是五公斤的彈滑 前面調整到大概兩指半左右 兩指半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這些都不動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靠下方這個托盤 我們把它懸鬆 如果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的話 它整體的長度就會變長 車高的話呢 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 我們把這個藍色的腳管往上縮短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的話 它的車高呢就會變低 所以車高的調整高跟低呢 跟這裡是沒有相關性的 也就是說呢 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是差不多的 好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馬三的後面 還有後面在安裝上呢 一些要特別特別注意的一些技巧 這個是18吋的 這個是18吋的2254018的規格 那後面的話 它的懸吊系統呢 算是多連感 跟最新的世代不一樣 這個世代的操控性的話 個人覺得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後面的話呢 它的彈簧的調整機構是在上方 那後面車高的調整呢 就是在彈簧上方的這個調整機構來取決 車高的高或者是低 跟前面不一樣 並不是靠這個筒身的長短度呢 來改變車高 那後面的車高呢 今天預計大概是兩指半左右 那這台車的 我們一開發當時的設定呢 最低呢 能夠大概到半指幅左右 所以算是相當的低啦 那如果降到兩指半以下呢 就建議車友呢 要改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台車的降下來之後的 後輪的Camper角度呢 會變得比較趴 就比較有可能會吃胎 所以如果有降到兩指半以下的話呢 就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台車呢 原廠的改角度呢 能夠調整的是竖角 是在這裡有一顆螺絲 那裡可以調整竖角 但是仰角的話沒有辦法調整 就需要靠仰角調整器 這個彈簧的話呢 是220厚是5公斤的 那它的後彈簧的上下機構的話 上橡皮跟下橡皮呢 就需要沿用喔 這個是原廠 它上方的話還有一個橡皮 這個需要沿用 那下方的話 補個燈 下方的話橡皮的話 也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最主要的後輪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桶身的上方喔 不需要再把整個避震器卸下來 或者是在車體裡面穿口 我們在避震器後面避震器的上座呢 這個有附上座喔 上座的下方呢 這裡有一個藍色的調整機構 一樣是往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變軟 所以在這個調整機構呢 就能夠讓車主呢 隨心所欲調整到想要的軟硬度 那這個防塵套的密合度 也都是專用的規格 裡面的話有一個緩衝饅頭 好那我們來講一些比較進階的部分喔 那後面的安裝上的技巧呢 剛剛提到過了喔 調整車高呢 是靠這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呢 變長 它的加上彈簧的整體長度呢 變長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它的車高調整 是靠這個調整機構來做調整 但是這個桶身為什麼也能調整 這個桶身呢 是來搭配這個彈簧的預載 那最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彈簧 假設這條彈簧寫的是220 那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內部的編碼 220指的是這條的彈簧的長度呢 是220 單位是MM 那它的彈簧呢 安裝上去的時候呢 如果桶身呢 調了太長的時候 它的彈簧跟Hiroki 勢必會晃動會送脫 所以我們縮短縮短到什麼程度 縮短到它彈簧呢 上下不會晃動為原則 也就是說220場量了之後呢 大概壓縮個大概3mm到5mm左右 都還是合理的範圍 如果超過5mm的話呢 就有可能會不好做喔 所以桶身呢千萬千萬呢 不能調的太短 一旦桶身太短 它彈簧就預壓縮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台車最主要的安裝的重點呢 就是在後彈簧 千萬不能預壓縮過多 一旦壓縮過多 這台車再怎麼調整也不好做 那也有可能呢 會遇到有異音 或者是 它的桶身的壽命會縮短 所以最主要的重點呢 就是在後彈簧呢 千萬不能壓縮過多 不論是KD的品牌也好 或者是車主呢 有改裝的其他品牌 它的重點呢 最主要都是在後彈簧 千萬呢 絕對不能預壓縮過多 所以這個 像這樣彈簧 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呢 最重點就是在後彈簧的安裝 師傅的技巧呢 夠不夠純熟 如果預壓縮過多 那怎麼調 真的都會不好做 這台車也改的很漂亮 有改排氣管 雙出的排氣管 還有改的閥門 如果剛好車板上呢 有馬自達3的車友呢 有問題的話很歡迎立刻詢問 我會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那這台車其實 對馬3 3代比較了解的車主的話 應該都了解到 這一個是電子手煞車 這台車有分一般的手煞車跟電子手煞車 其實像這樣的後面的加大碟的話 也都有開發完畢了 但是呢 電子手煞車跟傳統手煞車的加大碟的 這個轉接座 一般我們俗稱的狗骨頭呢 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盤進的話 我們有做到33017吋的規格 也有做到18吋 因為這台車有的是原廠就配置了18吋嘛 所以這台車呢 加大碟也都有做了 但是下單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呢 要分電子手煞車跟一般手煞車的版本 哈囉小漢小漢下午午安 那前面的話 車主已經有改了多羅賽卡錢 試盟的 我們基本上已經安裝完成了 這一個4代的車頭其實也很漂亮 3代的 最新4代的話 我們也都有開發完成了 4代的話 前面一樣是維持賣滑層的 後面的話就變成是 脫衣幣 一般脫衣幣的系統 一般所稱的扭力量 如果啦 一般扭力量跟多連桿的話呢 如果沒有 對操控沒有特別需求的 駕駛者來說 其實是分辨不太出來其中兩者的差異啦 但是如果對底盤呢 比較有要求的話呢 其實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呢 是在激烈操控的時候 是有辦法分辨出高下的 像這樣多連桿的機構 我個人 因為我們做底盤 對底盤的要求 其實都比較嚴苛 像這樣的機構呢 在操控上其實是比較好的 那托衣幣也不全然是沒有優點 像它的維修 維修上的話呢 機構比較簡單 所以維修上保養養護上呢 會比較便宜 拆裝上呢也比較簡單 不過這台車算是多連桿的車 可是它的拆裝也還算日系車裡面 算蠻好拆裝的啦 唯一有一點就是它的後仰角調整器 如果呢 車友也要改這個世代的仰角調整器 包含銅底盤系列的CX5 還有CX9 它的後仰角調整器呢 這邊的一顆螺絲呢 是需要把這個後單下來之後 這顆螺絲才有辦法退出來 這個在設計上呢 是有比較有改進的空間 因為在拆裝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那如果車主的話呢 車友這個世代的馬三的車友呢 車高沒有降很低 那就可以不用安裝仰角調整器 如果要降很低的話呢 就會吃胎的內側呢 就建議要改洋角調整器囉 這裡也有改排氣管的閥門耶 都看到了齁 會開會哭出來齁 對啊 這個世代的後面洋角調整器不好拆裝齁 要拆的東西比較多 才有辦法拆得到洋角調整器齁 以上是今天呢 這一個三代的馬自達3的安裝直播分享 因為我們安裝好了 要準備要上胎了齁 那如果呢 車友 尤其是馬自達3的車友 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請不用客氣齁 請跟我們KT粉絲團的小編聯絡 我們有工廠裡面或者是北區呢 甚至是嘉義的店家齁都有時車呢 可以給大家試乘齁 有任何問題呢 也都請跟我們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齁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拜拜 拜拜